他原本是武功盖世的风云令主 却在与仇家打斗中不慎跌入悬崖 等醒来时已经失去了所有记忆 还被抓起来当成奴隶射杀 好在最后被救了下来 小六被送进了宇文岳府中柴房里休息 回想起今天发生的一切 不禁感叹这是什么世道 人命犹如草芥 他在心中暗暗发誓 早晚要让这些贵族们血债血偿 这是一个吓人走了进来 可惜小六已经没了以前的记忆 五哥看见他一身的伤 不禁责怪自己没有本事保护妹妹 随后从篮子里拿出一碗热腾腾的饭菜递给小六 可白天的经历已经让他对所有人都有了防范 他冷冷地说自己不饿 直到五哥知道他不爱吃肥肉还帮他咬了下来 小六这才相信了他 一边吃着饭菜一边流下眼泪 没想到这个世道还能感受到亲情的温暖 五哥在一旁跟他回忆小时候的事情 并告诉他知乡姐姐和小八也在这里 他们都是奴隶身份 小六似乎也想起了他们 他冰冷的内心有了一丝温暖 次日姐姐和小八来给他送聊商药 这时女管家宋大娘闯了进来 以两人偷懒为由将他们一顿毒打 小六见状用弹弓将他射倒 随后又出言恐吓说他这是身体有大病的前兆 得赶紧去看大夫 宋大娘被吓得立刻离开了 姐姐知道是小六的小把戏 他立刻劝他以后不能再这样做了 这是以下犯上 被人发现随时会人头落地 这就是那个时候奴隶的悲哀 随时都可能性命不保 几天后是烟熏世子的寿尘 朱管家特意来叮嘱他们要好好张罗 随后又开始调戏之乡姐姐 小六站出来替他解围 兰花放哪了 我不知道 放那 那你快带我去 这也让朱管家对他怀恨在心 寿尘这天送大娘让小六去当人肉马蹲 小六一步步爬到春儿公主的轿子下面 公主为燕巡精心带来了礼物 看得出来他很喜欢她 可燕巡的目光却总是在小六身上 这时他无意中听到宇文怀和朱管家的对话 就在这时宇文怀终于来了 没想到九一少女的梦在微博和电视剧里完全判若两人 小六在一旁暗暗观察朱管家 想看他们到底想谋害谁 只见他借机和志香说话 却趁他不注意将要放进了宇文怀的酒杯中 如果宇文怀真喝了 那志香姐姐一定会被误认为是凶手 宇文怀一闻便察觉到不对劲 犹豫了一会儿最终放下了酒杯 可春儿公主却在一旁下命令 说这是他从皇宫里带来的珍藏了许多年的家娘 不喝就是不给他面子 宇文怀只好回应说自己身体抱恙 宇文怀却在一旁煽风点火 提议美人劝酒 若不喝就杀美人 志香姐姐顿时被吓着 他立刻端起酒杯 请宇文怀依旧不为所动 这样下去志香必死无疑 小六终于忍不住出手了 小六终于忍不住的 小四园 小六终于忍不住的 小四园